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册的第三试课 这就是lesson thirty Exploring the sea floor 海底勘探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打开书一百七十七 跟老师先看一下生词和短语 好 跟我念 动作快些啊 一百七十七 read after me navigation navigation sounding sounding fathom fathom procupine procupine dredge dredge Expedition Expedition Physicist Physicist Magnitude Magnitude 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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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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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gged Rugged Table Land Table Land Table Land Sediment Sediment Terrace Terrace Erode Erode 好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里面的一些重点词 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先看一下航海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Navigation Navigation 它可以表示航海 海上航行 但注意 表示航海这个意思是不可数名词 不能数 我们看例子 The channel now is open to navigation 这个海峡目前已经通航了 对航海来说已经开放了 注意不可数名词 抽象词 它的相关词可以同时记 就是航空 航空同样是不可数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viation Aviation 空中航行 这是航空 一样哦 注意不可数名词 一下 An Electronic Navigation System 一个电子导航系统 在这个搭配里面 这个Navigation又保持另外一个含义 叫导航了 就利用什么什么电子设备 这个形式来导航 导航也是Navigation 表示导航这个含义 也是不可数名词 你看表示航海 还有表示导航都用它 它们的动词形式呢 就是Navigate 既可以表示海上的航行 也可以表示导航或者指引方向 这导航都不一定在海上 路面上指引方向也是它 我们再读一下 Navigate Navigate 既可以表示海上的航行 也可以表示导航或指引方向 你比如说 Navigate by the stars 通过星星来导航 You drive and I'll navigate 您开车 我来指路 你看指引方向 也用它 不一定是在大海上了 在路面上开车 指引方向也用Navigate 那么导航航海 名词就是Navigation 记住就好了 这几个词啊 有共同的一个特征 都是里面有个Nav这个评写 Nav呢 有的时候能评成Nau 这两个词跟E词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V肚子大了就变成U了 它都表示船 航行离不开船了 海上航行离不开船 咱看几个跟船相关的 比如说这个 大家都认识叫海军 当然离不开船了 大声度下 Navy 三侧三十二个讲过海军的 大声来变 Na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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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r 一个海军的军官 还有叫恶心 大声来变 Nau Nau 也是船 后面那个SE本身是海 船在海上 它的本意表示晕船 船在了海上 我们站着这个胃口容易恶心 但派生意各种恶心都行 大声在里面 Naucea Naucea 这是名词 如果令某人恶心 相当于动词disgust 那么用这个动词形式就好了 大声来对面 令人恶心 Nauceate Nauceate 你看是离不开船 船在海上 好 我们再看这个Nautical 表示航海的 或者是船舶的 都行 航海的 或者是船的 船舶的 大声来变 Nautical Nautical 读开了之后呢 中间那个T 又会轻轻主化成D 这个声音 再快点 Nautical Nautical 船舶的 或者航海的 你像Nautical chart 我们叫航海图 Nautical mile 咱们叫海里 海上的英里 叫海里 还有呢 我们看到 Aeronautics 还有Astronautics 这里面都出现了 NAU这个匹写 这个Astronautics 在前面我们曾经讲过 那你还记不记得 28个讲过 Astronomical 当时讲过 ASTR 一番表示星星 在星星之间开船的学问 CS表示某个学问 航天学 而这个Aeronautics 这Aero 表示Air 空中的意思 研究在空中开船的学问 这是航空学 航空学 是在地球大气层里边开船 航天学 是在星星之中开船 宇宙飞船这个学问 叫航天学 你看这个北京有个大学 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这个英语名字叫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这几个都是跟船 这个字跟相关放在一块 把他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咱们再看一看远征考察或者探险 大声来读一遍 Expedition Expedition 远征考察探险 这是表示带有特定目的的长途远行 但是不是为了游乐 不是旅行去了 所以一般叫考察 什么远征 探险 有特定目的的长途远行 我们一般呢 经常跟这次Aeron搭配 如果在家动词就go on an expedition 去做远征 去做考察就好了 比如说 They went on an expedition to the South Pole The South Pole就南极了 他们去南极考察远征或者探险都行 go on an expedition 大家也可以同时记住了 这种到远方去的词太多了 我们先从简单的看 比如说trip 大家可能最熟悉 这个trip可以表示旅行 但是这个旅行呢 它指各种旅行都行 而且长短不拘 短途的旅行 它环球旅行这么长 也用它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比如说 Honeymoon trip Mirror旅行 对吧 A trip around the world 环球旅行 长短途都行 我们三次还出现一个 On a fishing trip 在钓鱼的途中 你看出门去钓鱼 两步道就到了 这个长短不拘 也不现什么形式 这个比较突俗 叫trip 而且在什么途中 一样是跟这次on 打飞比较常见一些 好 要是中长距离的旅行呢 咱们一般可以用journey 这个词汇 比如说on a journey 在旅程之中 也是跟这次on打飞 只不过它距离 一般是中距离 或者长距离的 而trip呢 对长短没有限制 还有像travel 也能当名字 那样表示旅行 这个travel多强调 到海外去旅行 出国旅游 用它更常见一些 We met some very interesting people on our travels in Thailand 我们在泰国旅行时 遇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 你看在什么什么途中 也是跟这次on 这个有规律 还有像tour 这个词一般叫周游 强调去好几个地方 再回到出发点 你听着声音tour 就转了一个圈 我们再读一下 tour tour 他强调要去好几个地方 你比如说 president习近平 is on a five nation tour 习近平总书记 正在进行五国游 访问五个国家 叫on a five nation tour 跟这次on了打飞 这是tour这个词 还有呢 像outing 一般是短距离的 纯娱乐性的旅行 一般是一日游 短途的踏青 郊游 纯娱乐性的短途旅行 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 outing 去踏青 去远足 go on and outing 一般是当天往返的这种 跟那边类似的 还有个书面 叫excursion 也是短途 娱乐性的旅行 跟outing是同一词 它来的比较正式一些 我们再来一遍 excursion excursion 也是指旅行 我们看看例子 你看大腿是不是都类似 go on an excursion to some place 去某个地方去踏青远足 比如 we are going on a day excursion to the 巴达岭 我们今天要到巴达岭那个地方去旅行 当天晚上可能就回来了 这个是excursion 短距离的 娱乐性的旅行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叫cruise 或者voyage 海上的航行 海上的航行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讲那个航海 navigation 航海是不可数的 表示航海 这个抽象的事物 但是一次两次的海上航行 是可数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 cruise voyage 海上的航行 航海不可数 航行就可数了 在航行途中 an a cruise an a voyage 也是跟杰斯安大飞 特别好记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 叫pilgrimage 这个pilgrimage 叫做朝圣之旅 一般去卖家 这个圣地去朝圣 或者去进乡 到某个地方当乡客 去五台山朝圣 也用它 我们大声读一下 pilgrimage pilgrimage 它如果把后面的age去掉 这个pilgrim 就pilgrim 结束了 就是相克 朝圣者 我们再读一下朝圣之旅 朝圣之旅 pilgrimage 这个搭配怎么用呢 咱们通过例子法搭配的记录了 he makes a pilgrimage to mecca every year 他每年要去卖家去朝圣 或者说he goes on a pilgrimage to mecca every year 他每年去卖家圣城去朝圣 这是mix a pilgrimage 或者用经典的go on a pilgrimage 都行 去某个地方还加其次 就好了 mecca就圣城卖家 就好了 好 这个词相关的旅程远足相关的词 咱们一块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点词 就是巨大重大或者重要性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magnitude magnitude 这个词比较抽象 咱们先看看这个英文解释 什么叫magnitude呢 它就表示great size or importance of something 巨大重大或者重要性 尺寸规模特别大 重要性特别大 所以巨大重大重要性 这个词抽象词不可处 我们看看例子 we didn't realize the magnitude of the problem 这一般过去的事 我们当初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以为是个小问题 没想到是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问题 这个magnitude看到了吧 巨大重大或者重要重要性都可以用它 而且我们在用的时候 经常可以把它放在off后面 跟一个放在这次off后面 来修饰人或事物的特征 我们看例子 a harvest of magnitude 我们用off magnitude 后制律于修饰前面的harvest 就是一次大丰收 特大的大丰收 可以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this is a world crisis of considerable magnitude 这次是一次相当重大的世界性的危机 这个considerable表示相当大的 可观的 用它在修饰magnitude就更厉害了 对吧 这是相当大规模的一次世界危机 重大的危机 这放在这次后面 这个off后面比较常见一些 只是这个magnitude 我们在本文中一会看到也是这么用的 那么这个词可以好记 为什么 它有字根 它会出现一个这么一个字根 叫magn 叫magn magn 这个字根 出现这个字根的话 它一般表示great 表示大 一般都是跟大相关 你比如说magnify 这叫放大 把什么东西放大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21个讲那个magnifying glass 叫放大镜 还有呢 叫巨头巨布 这也是跟大相关 注意这是指人了 我们大声来呗 magnet magnet 这还是很少见 ate在名词里面发ate 很少见 在这就出现了巨头巨布 就是great man 了不起的人呗 在里面 magnet 你比如说 a financial magnate 一个金融巨子 a literary magnate 一个文学巨匠 你看这是伟大的人 还有呢 magnanimous 一句名字magnanimity 这个magnus 是表示great大 这个anim a n i m 一般表示mind 心 心理心境 就心灵 心特别大的 这个叫宽宏大量的 有海量的 心胸比较宽广的 不记熟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agnanimous magnanimous 我们有一个 这个一致的 意口同声的 就unanimous 也是出现了 这个n i n a n i m 这个表示mind 这个字根 宽宏大量 或者哑量 它的名词 跟老师读一遍 magnanimity magnanimity 就是心胸很大的 就是 当然 跟那个大胸 可是两回事 就是心胸宽广的 雅量 海量 可以这么说 对吧 那还有呢 我们说 很壮观的 雄伟壮观的 我们大声度下 magnificent magnificent 这个magnus 还是表示great 中间这个fic 它一般表示 跟制作相关 它有个变形 就是fac 你像manufacture 这不是制造吗 这跟做有关系 做得非常大 叫壮观的 还有这个词 叫夸张的 夸大的 我们大声度下 magnilicent magnilicent 这个l o q u 可以表示speech 讲话的意思 话说的特别大 叫夸张的 夸大的 这就好记了 好 这是跟这个大相关的几个 重要的同根字 我们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地形 或者地形学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topography topography 这叫地形 或者地形学 这个词为什么也看一看呢 这个词里面有字根 这种字根呢 就是我们这个 g r a p h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加后面的字母y 没有那个y也行 它不是write 写字 咱们以前见过一个scribe 表示写 这又是另外一个 表示写字 你看我们看看几个常见的词 你比如说photograph 这个词叫照片 都认识 这个graph是写 前面这个photo p h o t o 这本身是个字根 photo这个字根 表示light 光线的意思 用光线来写 这不是照片吗 光线在底板上写出来的 这是这个照着来的照片 这个叫电报 我们读一下 telegraph telegraph 这个tele表示遥远 把遥远的那个情况 遥远的字给传过来了 这是电报嘛 遥远的字写来了 写出遥远地方的那个字 电报 还有这个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字 autograph autograph auto表示自己 graph是写 自己写来的 这叫亲笔签名 尤其是表示大明星的 那些亲笔签名 我们再读一遍 autograph 这个词叫地理学 大家还记得吗 geo是表示earth 大地 把大地的情况记录下来了 叫地理学 在里面 geography geography 写下大地的情况 但是地质学呢 叫研究大地 怎么说来的 叫geology 那logy不是研究吗 这不是研究大地 是记录大地地理学 geography 对吧 再看本文中的地形学 在里面 topography topography 前面这个tot 这个top 本身就表示在顶端 把地表最顶端的情况记录下来了 顶端怎么起伏记录下来了 这不是地形学吗 再读一下 topography 好 后面这个bio 它是一个重要词根本 是life 生命的意思 写下人的一生 这叫传记的意思 记录我的生命啊 我们再读一下 biography biography 记录我们的一生 那研究生命呢 生物学怎么说 biology 那就研究生命就好了 很好记了 对吧 还有呢 autobiography biography是传记 auto是自己 写下自己的一生 叫自传 非常好记了 对吧 我们当然再读一下 autobiography autobiography 这叫某人的自传 下面这个人口 或者人口统计 那么DEM 或者DEMO 可以表示人民 老百姓的意思 把人民的情况 记录下来了 叫人口统计 或者人口学 可以用它 我们大师来读一下 demography demography 人口统计 人口学 记录老百姓的情况 对吧 还有呢 bibliography 叫参考书目 注意这是不可署名词 如果变成一本两本的参考书 咱会叫reference book 但这个词叫参考书目 我们看到前面这个biblio b-i-b-l-i-o 这个biblio本身就表示bible 表示书的意思 这个bible在古语中 不是圣经就是书 因为圣经是holy bible 神圣的这本书 所以把书名字都记下来了 叫参考书目 我们再读一下参考书目 这个词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 这个好记得 后面这个calligraphy 大家又是复习了 我们说过 c-a-l-l-i 这个字根表示beautiful美丽的 字写得很美丽 这叫书法 书法 我们大师再读一下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好记得 咱们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读单词 同时说中文意思 我随便点 看能不能立刻说上来 Topography 地形学 photograph 照片 telegraph 电报 demography 表示人口统计 人口学 geography 地理学 autograph 亲笔签名 autobiography 自传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calligraphy 表示书法 书法艺术 就好了 这些同根次 可以放在一块 同质其中 好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 我们来看看地壳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crust crust 这个我们知道 不能读成地壳 是地壳 那不光是地壳 可以用它 好多东西的壳 皮都可以用它 咱们看有哪些呢 比如像 the earth 地球的地壳 bread 面包的面包皮 pie 馅饼 这个皮 pizza 就是比萨饼 这个皮 cake 蛋糕的这个壳 这个皮 都用crust 但还有一个壳 叫shell 你看这也是表示壳 你看它指的东西不一样了 什么东西的壳用它呢 像eg 鸡蛋壳 egshell 可以用它 nut 坚果 这个壳 这个皮 什么 什么栗子 什么花生 tortoise 乌龟壳 也用它 我们看为什么用到还不一样呢 区别在哪里呢 动荡精想想看 其实也比较容易发现 你发现这个crust 是冷却之后形成的这么一个皮 那么面包 我们在做面包的时候没有这个皮 凉了之后 外边硬了变硬的那个皮 叫面包皮 派 馅饼也是 做的时候就等不住是面嘛 后来等烤好了之后 外边有一层硬皮 pizza cake 比萨饼和面包 跟这个蛋糕 外边都会有一个硬皮 冷却之后形成的这个皮 地球的地壳 也是这么形成的 对吧 我们有这个地理学知识 这本来呢是表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地球是个大火球嘛 慢慢冷却之后 在外面形成这个坚硬的一个地壳 而里面大多数里边还是这个这个这个软的红色的岩浆嘛 所以在有的地方火山喷发才喷出来嘛 都是冷却之后形成的这个皮 叫crust 而像鸡蛋 坚果 像乌龟 这个天然就有的这个壳 我们叫shell 这个就容易区分开了 所以动动脑筋 这些词记起来就翻译多了 哎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高地这个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tableland tableland 好多相关的词咱们可以同时记 你比如说我们先看本文中什么叫tableland 它表示 a flat elevated region 一个平坦的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高地 跟它类似的有好多好多 类似表达比如说高原 高原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lateau plateau 也可以这么读 plateau plateau 这么读也行 表示高原 你比如说 the青海pibet plateau 青藏高原 哎 这是这么来说的 这是高原 高地呢 就没有这么大了 就是一个地势平坦的 地势比较高的 这么个地方叫高地 还有跟它好多类似的 你像平原 我们叫大声读一遍 plane plane 这是表示平原 你像the north china plane 就是华北平原 注意不要读plane 是in plane 平原 还有呢 像更低的盆地 我们大声读一下 basin basin 就大水盆 这个词 the taran basin 塔里木盆地 可以用它 还有呢 我们草原 这个词就多了 好多词都可以表示草原 咱们做个变析 先读第一个 savanna savanna 注意后面的h不发音 不要读savanna 没这么读的 就要吐痰了就 这个h不发音 在里面 savanna 好 这个词一般表示热带 亚热带的大草原 热带或亚热带 无树无风的 这种大草原 这个词呢 一般是北美洲的草原 美国呀 加拿大 这个地方草原 我们再读一下 prary prary 这个不规则 AI在一块发像字母E一样 那个A的声音 在里面 prary 北美洲的草原 但是不管什么草原都能用这个词 这个没有场合限制 我们在里面 grassland grassland 这也是草原 什么草原都行 你说我们的内蒙古草原 就可以用它 inner mongolian grassland inner内部的 mongolian 蒙古的 或蒙古人的 蒙古人种的 都行 grassland 内蒙古大草原 可以用它 还有最后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个声词 接地 就阶梯状的地形地貌 或者表示梯田 或者运动场的看台 一层一层的 都可以用它 我们再读一下 terrace paris 好 这是几个 跟地理相关的名词 咱们不妨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就学到这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沉淀物这个词 这词也是有字根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sediment sediment 这叫沉淀物 沉淀物本身不可数 它不可数 厚厚的一层沉淀物 我们叫a thick layer of sediment layer 就是一层两层的意思 但沉淀物本身是不可数的 它是这个粉末状的 碎渣的状的 这一般是不可数的 一层厚厚的一层沉淀物 这里面有字根 出现sed 这个字根 一般表示set 是跟坐相关 那个沉淀物不是慢慢坐下来了 坐下来了 到水底形成一层这个东西 跟坐是相关的 你比如说看一些例子 我们先看这个形容词 sedate 一般形容词at 是发ate 但这个因为重音字后面 所以发ate 在那里面 这叫平静的 宁静的 a sedate village 一个宁静的村庄 可以用它 坐的那不动呗 跟宁静跟坐相关 再看这个词 名词叫镇静记 打出来没 sedative sedative 这个张牙舞爪的 老师坐下来 吃完药之后 平静的 坐在这 镇静记 在那边 sedative 可以用它 还有呢 我们这个词叫久坐的 经常需要坐着的 久坐的这么一个形容词 大师那边 sadentary sadentary 你比如说 a sedentary occupation 一个需要久坐的这么一个职业 这么一个工作 可以用它 occupation 职业或工作 还有sadeless 叫勤奋的勤勉的用功的 那么这个跟坐相关吗 但是这个一般是形容脑力工作者 天天扶案工作 坐在案头 天天在努力工作的 我们再读下 sadeless 里面说 sadeless researcher 一个非常勤奋的研究人员 天天在案头扶案工作 这可以用它 好 这是一个跟坐相关的这个字根 同根字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同时记住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侵蚀 或者腐蚀 这个词带来一遍 erode erode 腐蚀 侵蚀 可以用它 这个词啊 先看到本意 本意呢 就是腐蚀 侵蚀 我们看了一次 wind and rain have eroded the statue 风雨已经侵蚀了这个雕像 这雕像尖的地方已经磨圆了 慢慢的侵蚀腐蚀 可以叫erode 派生意呢 可以表示削弱 使逐渐减少 腐蚀嘛 东西没了嘛 削弱 使逐渐减少 相当于东西 weakened 我们看了一次 rising domestic prices will erode China's competitiveness 这个越来越高的 国内商品的这个价格 将削弱 中国的竞争力 注意competition是竞争 但competitiveness 是竞争力 那些东西卖得贵了之后 中国出口就不好了 erode 叫削弱 可以用它 表示腐蚀的词呢 有好多好多相关的词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 eats away 或者wear away 也可以表示 腐蚀或者侵蚀 你比如说 the stones are being eaten away or being worn away by the river 这些石头 已经被河流慢慢的侵蚀 在腐蚀了 用它也行 还有我们刚才这个 corrode这个词 也行 这corrode这个词呢 一般也是表示腐蚀 但这个词多强调化学的过程 比如这种强酸呢 或碱呢 会腐蚀 我们再读一下 corrode 好 你比如说 我看这个 acid corrode metal 酸 会腐蚀金属 这是这个腐蚀 叫corrode 好 这是我们30个声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看看这里 我看这个腐蚀金属